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朋友圈里也说了 江一燕一开始在别的地方听到有这个颁奖的赶紧赶过去 而这个获奖人压根不认识江一燕 听人介绍说是个演员 要合影 他就跟人家合影了 就是这个 所以实力打脸江一燕今天获奖这件事情 另外呢 这个奖项也不是什么含金量很高的奖项 是一个伊朗人在美国创立的 而这个奖呢实际上才设立了四年 该奖项活动每年都会颁发两百多个奖项 还有一个最重要啊 也是网友们扒皮之后觉得最不齿的 江一燕去年拿奖的作品 他冲起来只是个假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江一燕说自己获奖的那个作品 他本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设计师 那个别墅是他自己的 他前前后后呢 请了五个设计师来设计 最后一个德国设计师的想法理念跟他的很吻合 然后呢 就请了他来 这个奖项的创始人呢 还问了某个翻译 说江一燕是谁 这个人啊 也是犀利的指出 假方跟设计师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江一燕作为一个假方 却说自己是参与设计 这个真的是太打脸了啊 江一燕呢 拿到建筑大奖这件事情呢 让很多学建筑的网友十分不快 感觉自己熬夜画图纸的设计 被不尊重的人卸走了 而且去年在获奖团队里啊 他作为一个假方呢 只是参与设计 名字摆在了最前面 这一系列的争议中 江一燕的经纪人回应了 说问心无愧来着 最后呢 江一燕再度发声 其实也没说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啊 又扯上了自己做公益的事情了 并且还说 如果你们觉得随便就可以拿一个奖的话呢 那请大家一起来呀 下面都有网友们吐槽啊 有人让他晒徒子出来 大概呢 是真的是惹怒重怒了 江一燕这次打脸真的是打得太狠了 我记得上次打脸的是江一燕获得国家地理摄影大奖 江一燕爱摄影 大家都知道啊 还因为摄影认识了前男友罗洪 去哪儿都挂着相机 娱乐圈呢 喜欢摄影的人不少 但是像江一燕这样认认真真的卖专业摄影人设的不多 当时呢 他拿这个摄影奖啊 也是铺天盖地的通稿 之后这个奖呢 就又被大家扒出来 含金量有问题 首先呢 这个奖项11月16号才截止投稿 而江一燕当时11月13号就说了 自己拿到奖了 投稿还没结束呢 就拿奖 再往下扒呀 发现江一燕所谓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大奖 其实呢 只是中国赛区的一个奖 如果可以拿到中国赛区的摄影大奖 也是很不错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有人一页一页地往下看 没有找到江一燕 最终呢 在一个叫华夏点藏角里面找到了他的名字 这个专区是名人专区 只有15个人投稿 15个人里选三个 江一燕呢 就是其中之一了 这里面有苏芒 仁仲 黄渤 徒松颜 张小晨等等名人 获奖呢 也不止江一燕一个人 徒松颜也获奖了 所以搞半天啊 大家以为是很牛的一个奖 冲击量呢 就是一个含几量一般般的奖 江一燕99年就出道了 恰之一算也算是出道20年了 影视剧演过不少 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不算多 这些年他火的不是演员这身份 而是什么指教老师 做工艺 摄影 还有一如既往的跟好历来的老板的恋情 现在加上建筑才女了 其实呢 江一燕这种爱好广泛 并且把这些爱好发扬光大 努力认真做到最好的态度是蛮好的 但是做到5分 就要夸大到10分 有一点小小的成绩呢 就要各种昭告天下的做法 就有点令人不顺了 那些正在为CAD仇道掉发的朋友们光头都气亮了 瞬间察觉得到这里面的荒唐 我们寒窗苦读七八年都搞不出一个大奖 你第一次参与设计就能拿奖了 怎么会用CAD出图吗 知道DWG文件用啥能打开吗 知道天正SUAI 留米什么 你这玩意儿啊 要不然呢 就说你研究宇宙有啥发现 看那个啥新的星星之类的 但是呢 毕竟多少人家里都没有那个条件 买不起天文望远镜 这么多建筑系的学生和从业者在这儿呢 你张口就来嘛 网友们一查啊 今年中国呢 还真的是有得过这个奖的人 只不过呢 获奖者不是江一燕 而是有国家一级建筑师证的博士朱培栋 而朱培栋呢 甚至都不知道这姐们是谁啊 他还发朋友圈说 江一燕就是找自己来合个影 这就很迷惑了 那人家江一燕手里拿的证书 总不能是街头办证自己做的吧 那么多看着呢 既然呢 有名有姓呢 那就上网搜一下 在大奖名单里啊 搜一燕江 查无此人 之后呢 就费了好大的劲儿 用背筋为关键词搜 终于搜出来了 获奖的作品呢 是一栋叫LJVLLA的别墅 而获奖人呢 是一个德国的设计师啊 人家叫Sora Kembers 研究了半天呢 终于整明白咋回事儿了 原来就是江一燕的别墅装修 之后呢 就找了好几个的设计师都不满意 最后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啊 对心思设计出了别墅 而人家这个设计师呢 也并非浪得虚名 作品获奖了 而这个时候呢 作为装修时候 没少提意见和想法的甲方江一燕 把自己归到了设计团队里 然后呢 通稿在这里这么包装的一下 江一燕呢 就成了那个 斩获世界设计大奖 为国争光的英雄 更尴尬的是啊 大Vite 上海 林恩翻译工作室 联系到了设立这个奖的创始人 人家明确回复说 他傻也没有 说实话啊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想明白 咋能有明星 还敢拿学术来搞人设的 那翟天林翻的车 还没从4S店推出来呢 你江一燕就直接过来追尾了 没记性吗 说起来啊 起码翟天林呢 还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内翻的车 江一燕这车已经是翻到了巴塞罗那 我不知道他咋理解这个建筑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因为以为阳光明媚的下午 坐在落地窗边 嘎一下灵感就来了 一栋房子就设计出来了 多大个人了 是不是以为现在还是几十年前呢 村头就一个电视 我们啥也不知道呢 靠国外信息啊 不对等来圈粉哄人的时代 就已经过去了 一个小提醒啊 在卖人设这件事情上 我以为在翟天林身上 已经是血淋淋的教训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还有人来 学霸的人设不能轻易卖 知道之王只是一个开始 真的装起来太容易路线了 而努力的人设呢 就更不好卖了 普天之下谁不努力啊 现在是凌晨两点五十五分了 我还在工作 我要照告天下吗 虚假就是虚假的 皇帝的心装 找再多的人夸 他也是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走 这玩意儿骗自己啊 百事百灵 但是你拿出来骗大家呢 就谁也不想站出来戳穿你嘛 行了 事已至此 估计呢 又要有人站出来 嗶嗶赖赖了 人家会不会想和你有关系吗 明星的事情少管 做好自己就得了 你现在这么说 他呢 就是在网络包里 雪崩的时候啊 你放弃 没有关系 我费这么大的劲 写这些事干啥呢 你是不是啊 就会这两句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式无辜的 我体重长了好几十斤 还没有一瓶雪花式无辜的呢 还有啊 什么你可以不喜欢脏眼 但是不可以阻止别人喜欢 更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天哪 你们别学会两句话呢 就天天可用那儿 行不行啊 复读机成精了嘛 打假和网络暴力呢 根本不是一回事啊 他做假 把别人的成果揽到自己身上 这能不说吗 为啥说他呢 是没事找茬儿 把他三百年的黑历史翻出来了吗 并不是啊 而是他明明自己蹭个奖 然后兴高采烈的发微博 准备好接受全世界的赞美 这是啥呀 这是拿自己的爱好去藐视别人的饭碗 这是把无数熬夜秃头的设计师的心绪 按在地上摩擦呀 这相当于啥呢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你们小组研究报告 四个人 你辛苦的做实验 他费劲的检查数据 还有一个人通宵写论文 我呢 啥也不会 给咱们四个人买盒饭 领实验材料 有时间呢 再去挑挑错字 最后呢 领奖的时候 大家一起邀功 甚至呢 可能因为我名字 首字母在你前面 大家以为我是主创 事实上呢 我狗屁都不会 这种事情啊 实在是太普遍了 上班工作 多半都是团队工作 一个团队呢 总有实干派 总有会六须拍马的人 也总有那些混别人劳动成果的人 让他干活 他不会 让他做不需要动脑的东西 他嫌累 全生下来呢 他不仅一点忙都没帮上 还跟着雷队一样啊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没事 等到最后要供的时候 他卯足的劲儿往前冲 你能说啥呀 人家就在你的团队里啊 不会专业的东西 算帮忙了 哎 你有办法吗 你告诉我啊 这样的人 你喜欢吗 你会在意他 做没做过公益吗 咋说呢 我特别反感的一点就是啊 现在很多人自私到了极点 只要和自己没关系的 就劝别人不要管 将一眼蹭脚 与你无关 翟天琳论文作假 与你无关 含血音乐剧假唱 与你无关 范冰冰知法犯法 与你无关 如果你仍觉得什么雪崩的时候 没有雪花是无辜的 那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是个雪球 假的不打破 那我们会离真的越来越远 你身分担心 对你学习做 因为我 像画 ā 我相信你 我还阻挡你了